昨天就好像是环球时报报先的 紧急那样 他就没有说脱钩 因为他授权是什么授权呢 授权他是因为疫情撤离 他说他不是外交上的撤离理由 只不过如果你大使馆觉得疫情麻烦危险 那你就有权你自己决定撤离 授权试管 所以可能是香港的试管 可能是北京的试管 可能是地方的试管 疫情特别爆得重要 你们先走啦 撤离啦 根据环球时报的访问一大堆学者 即环球时报北京的学者 就说他 美国不抵得我们这个东奥办得这么好 总是还有十天嘛 十天定办而已 总是要制造这些事 来抹黑我们 我们办起事 他就来犯丧事 当然说我们的行业这么成功清零 没什么死人 没死人好像说 但美国有十万八万单嘛 我们最多都是数百单而已 疫情有多严重呢 美国Omicron那些十万八万 十几万一天都是这样啦 就是说大惊小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又授权撤离啦 好像危急那样 像我们在这儿打仗 就特意在我们东奥前搞这些事情 环球时报 环球网定调就是这样啦 我基本上又同意这个分析的 都是玩鬼的而已 我觉得美国就 如果你说脱欧就不是授权撤离啦 是撤离啦 授权撤离就是说 那里的试管觉得你那里的疫情危险呢 你就可以走了 离开它啦 暂时这样 整件事就这样啦 中美不友好 如果你摆在中美不友好呢 这个contact里面去说呢 那就是另一个迹象啦 更加是进一步 大家不咬咬啦 脱欧啦 是不是 我想是美国是外交抵制嘛 那是美国 那有些国家不跟随嘛 好像德国 法国都不跟随嘛 法国不跟随嘛 那就是他也是外交人不出席啦 但是有些小国 不要说小国啦 北欧很多国家就是欧洲 北欧国家很多都 都说疫情这样 又说疫情又不派官员啦 那这个对东奥那个 就是运动员来说就没什么影响的 其实我都不明白的 其实我们一向都看运动员 不是看官员 官员不太好看 但是你觉得美国 因为始终美国是有一个 就是老大哥有一个前瞻效应 那他这次这样做呢 会不会就会有连说我的反应呢 其他国家都会跟着效仿呢 反正你认为疫情都会有运生制度的嘛 不是 你一定有一些过得跟的 已经有一些过得跟了 那未来那几天还有什么玩呢 那你认为他一定有都行的了 就是有什么动作啊 但是你说搞不成呢 看来又不会的 就是想他搞得肉酸的意思 就是美国做来做去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美国本身自己都没有杯葛他 你要么就直接叫美国奥委会不去 那你可能影响会大一点 现在那些运动员就照去 你只不过是外交官员不去而已 搞得他俄罗斯就派警方不去嘛 那运动员兼外交官员 防大阵营他 总共有很多国家去的 那你就见到那个邦派的形式 会突然出来啦 就是政治上的涵意就是这样啦 政治的涵意就是他 他说喂 如果你是美国的朋友的 那你就起码 降低这个级别啦 外交级别啦 不断耳意派一两个人去好 那美国就高兴啦 就是这些就是自己有啦 我杯葛他也没有杯葛哦 他杯葛你就有个压力要 其他人都跟着杯葛啦 那现在他不是杯葛 冬奥他只是外交抵制而已 就是让你不要看而已 如果冬奥只是短期的嘛 那冬奥始终都会完的嘛 很快2月4月以后 你知道以后怎样呢? 会不会以后他还派交官回到中国啊? 现在都没有走 授权他走而已 他都可能不走 之后就回复正常啦 我想我们要这样看的 又不要太高力了 那香港呢? 你觉得香港会不会部分撤离呢? 现在我说部分而已 香港走几个可以吗? 撤离 但是现在香港不能走的 那些飞机都断了 我不是要走得走的 飞机也有的 坐货机也走得走的 是吧? 那 你不如这样看啦 他如果外交撤离呢 真的撤离呢 就大件事点 如果不是呢 那你当他可能是最后的高潮来的了 就是 这一回合 就是说 搞他冬奥呢 抵制他呢 就完了 反而要着眼下回合是怎样的 就是 美国会有什么行动 那 你说 香港那些会不会撤离呢? 我看就 香港已经说了 可能是 迫他开放 就是也有 迫他开放 跟着世界的标准 就搞这个群体免疫了 就不要再搞这个 清零政策了 那这个 这个举动 那个影响 还有 冬奥之后 搞完了嘛 那 老共是否准备 就是 跟回这个 土势的标准 就是 就是 取消那些 出入境管制那些 那这个 那这个就反而是 重点来的 我觉得 因为他现在借用这件事 那如果你是外交撤离 就就是说 你其他商业活动都可以撤离的嘛 因为你搞 就是 出入境管制嘛 因为 Omicron 因为 因为 因为武汉这些问题呢 你是搞闭关嘛 那如果他 他 他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含义来的 因为 因为 过多十天 你搞完了 那你怎么呢 是不是还是跟着 还是这样闭关呢 那他可能真的撤离的哦 那撤离就撤离了 撤离没什么的 他不撤离都不行啦 基本上你 很多东西 生活活动来往是 受了影响的嘛 那整个西方可能会统一 逼他 好像逼他开货门那样逼他 那我觉得 可能这个才是 美国就是说 搞外交撤离那个 那个真正作用 因为纯粹是杯葛冬奥都未必夹 因为 反正都搞了 你又不是杯葛他什么 他反正都没有观众了 好像都不 议策安全哦 只是比赛 就好像日本的 夏季奥运去年那样 就是我们可以看 但是就没有了 热闹场面那样 那这个东奥肯定都是 都会是这样的了 那就是这样的了 基本上 就是 运动比赛而已 不是什么决定性的 之后就是决定性了 决定性在于 你跟不跟外国标准 就是 病毒共存的标准 就是撤销了所有防疫造肆 那英国已经是了 美国都应该跟着 欧洲其他国家应该跟着 就是说那个口罩都不用戴了 上飞机也不用什么气泡 不用打针 针都不用打 他们都承认针又没用 那如果中国你还说限制 又要隔离14天又要打针才准来 那可能根本他就 他就想不撤离都不行 就是他不脱勾都不行 那这个就是我估计是一个大的 就是一个大的战略就是 可能跟西方逼中国 你都要开放 就是说停止那种 现在他那种检疫的 清零的政策 那你要留意哦 中国是没爆过大型的东西的 人家已经爆完了 那你一开放会不会在那里 你没爆会先爆回轮 我觉得正常的 除非他是 美国已经清零没了 没了 已经没了一轮了 那你开放呢 那他想找些 找些 找些病毒过来都不行 如果不是他还有的 那就是说他的人 你来十个里面有一个的 那你一开放一天 不多啊 用几百人来 来北京、上海、 武汉这些大城市 天津那些大城市 那些大城市 港州那样 每天有几百个外国人来 而已 而他们没有检疫过 出境没有检疫过 入境呢 入境呢 你要 你混他十几天 你一取消检疫 可能只是检测就可以了 上机前检测你就可以了 没有陰性 那我估计是这样的 应该到这个level了 就是他希望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混了别人 基督人 基于外交人员更加不来 就是撤离的意思 直接是不办公的 那我想就不会的 因为他是授权的 就是不是叫他撤离 不是命令他撤离 授权就是意思 但是你觉得应该撤离 那就走 你觉得那里不安全 别人那里说 那里这么紧要 那我想整个调户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样看就合露一些 不要太高兴说脱勾 他脱勾是有罪的 就是美国人脱勾不会的 突然间一夜脱勾 但是这个 中共是不是想和世界脱勾呢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 如果他不是想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现在搞这个千年政策 其实就是得罪全世界的人 和全世界这个潮流是力道而行的 就是这个好像中共的行为 一向都是这样 就是全部都是反人类的行为 就是大家是这样 就是西方都是这样走 它就偏偏是不同了 但是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逼那些西方要离开你 你好像欧洲商会刚刚讲一下 这个欧洲商会就已经出了个调查报告 就是说内部的评估的报告 就是说估计香港 就是香港还是中国 香港到两年之后 才真正恢复全球通关 就是令到大批的人才 就会离开香港 对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都会受到影响 那你觉得如果他这样做 会不会迫到西方都要离开中国呢 那很自然的 你出入境不方便 他又不是离开的 就减少了 非必要不离开 那这个很自然的 我想老共也算了这个数 当然我们希望他快点 快点 我们不是通商 但是一般人探亲 出出入入国际城市 香港可以不跟他 香港可以不跟他 但现在看来就要跟他 那 那不就只是变了内循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不是人家决定的 这个是你自己 就是中共自己决定的 那不知习近平是什么 因为可能他不是很紧张 那些经济的东西 照计又不会不紧张的 他的盘算是怎样是不知道的 唯一一样东西就是 等西方先零了 那他就安全一点了 那照计他零的 就是他减低了 还有他有特效药 主要是开始有特效药 可能自己是做特效药 那他这些把握够了 他才开放回 那将会是另一个世界的了 但都不久的 我猜半年左右 怎样都要 就是人家就开始了 那你半年之内 你不完全开放回了 那就都不通了 因为估计 现在已经到 下个月就已经到颠峰了 就是2月那个 其实过了颠峰了 就是会减少 一路减少 就是症去减少 那现在重症是少 但问题是中国就没有了免力了 因为你没有群体性感染的纪录 但是如果美国已经是跌了下去 那你都正 就是同一样道理 你们看到来到香港的传染力很大 都是弱过在美国本土的 在欧洲本土的 就是那个Omicron的传染率 你看到葵冲的情况 他都是混在那些人 想他感染他都是一拍两拍 不是 现在跌到121天而已 照计如果在外国 他们应该在半园村已经中了 那些人 这个传染率真的强的话 总有些人走了出去外面的 那应该是全香港的 我们很幸运 现在还是这里一单 那两单 一天几十单 一天几十单 一天几十单都没有我们 就是一年前 两年前和一年前 那几次了 第三波第四波 最高是第二波 去到百七人 其实都是四十人而已 那现在大约一百人就不多 尤其是他一个人都没有死 就是他是弱的 Omicron是弱的 所以其实恐慌性是不很高的 那也都看到他那个传染力 来到香港其实一定是弱了的 就是坐完飞机来再弱一些 那就算是在香港爆 都是没那么严重的 那可能呢 看情况差不多 就可能可以提早一点 那你老共既然做了这个政策 香港就跟了 那又没得什么 现在是危险的 现在还是危险的 但是你不会等到零的 我告诉你 你看看不会等到零 因为他不用等到零的 因为那个病毒 你看到一路转 一定是一路弱的 就是在美国很强也好 坐完飞机来到 其实已经弱了 那空照一传 第一回合都叫做强 但是再传多几回合 隔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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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隔开他 等他过两天 發燃烧了 病完了 自然暴然 現在香港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始终是会跟回世界的 你不到你不跟 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很大的问题 中共它的本性是越人道越天道 所以它是觉得它可以改变这个自然的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安排的 或者是这种疫情的安排 但其实是做不到的 这个病毒是不会听你中共的说话的 那你瘟疫 全世界上 历史历代 都要爆发的 你什么时候会清零 它不是说它听你的话 它就不见了 所以中共这种清零 其实都是 就是一个违反人性的一种做法 基本上它都不会听你说的 怎么会清零 病毒不会听你说的 病毒是会清零的 久一点就可以了 以前 以前 是以利力的 不不不不 有人私来都有病毒 有瘟疫这些 春瘟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有的 通常就是逃避的 最低逃避 不是你用这种方法人为 把它改变 不一样 你逃离了它 等它全放不了 等它瘟疫完了 瘟疫完了 那你回去难道它又瘟疫了吗 等第二年的 有新的出现 这些东西其实是正常的 就是一些新的病毒出现 新的病毒出现 你只能在这个源头里 尽量防备它 就是不要吃野味 那些 但是又 现在人类的知识 是应付不了这些 应付不了这些 所谓的瘟疫 这些病毒 这些出现 就是人类的科学 其实 吹大了而已 就是给一些专家 搞到你觉得它很威胁 但是它其实应付不了 你也看到完全应付不了 不过大家都应付不了 那就应付不了 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 外国就打了针 中国的传统就围开些人 那这个都不是中国传统来的 西方 黑死病到西班牙大楼 其实它都是这个规律 就是现在跟回有历史来的规律 那它都不是完全违反天意的 它都是跟这个方法的 不过就是大家用那个手段不同而已 就是它就觉得它是正的 这样 殊途同归而已 那就没什么说什么的 不过你就搞久一点 你现在人类人类人高兴 不高兴就不来 那会不会之后 那些经济又可以回复呢 那我们之后就看了 就是我们等了这么久 就是不知道的 中共的事情 就是它的国策就是这样 那我们其实不想跟 但是又复着要跟 香港更加有条件不跟 最不好就是迫着跟 我们不需要打针的 但是又迫人打针 非常之讨厌的 香港就是这样 安爸 刚刚看到一条新闻 都我们家产 你最熟的了 现在特首选举宣布提名期 是2月20日开始 到3月7日就正式特首选举 就是说现在真的是特首跑马 就正式讲了一个日期 之前好像说2月15日 现在2月20日 刚刚看到知识新闻讲了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就是特首选举不会延期 都是继续进行的 2月20日是不是冬奥完了 冬奥完了应该 我看一下 刚刚完了 是的 没错 下个礼拜开始 10日左右 未完都可能是 未完都是一半 那开始提名 本来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现在就变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少了个礼拜 提完期 本来是15日 现在说是20日 是这样的 是 冬奥就是刚刚二月20日完的 特首选举提名 都是找这个时间 真的跟冬奥有关的 你这么说 不是 那我们那个限聚 那些事情都会去到20日 跟着延期到20日 也好 大家记得有个日期 就安安落落 知道这个 林郑终于拜拜了 那天 等他正式 因为一天没拜拜 就一天没知道 那他可能在那天宣布不参选 但如果那天宣布参选 那场戏 已经多了 几个礼拜了 那我们终归会知道 3月27日 就不准备改变那个选举日期 就是不会说 到7月前先 我想大约都是这样 因为你猜到去到3月20日 我想这个疫情也都清清楚了 现在进入选举 那就没有变道 没有推迟到 2月20日 就是等多3个礼拜 4个礼拜 5个礼拜 就是3个礼拜 就是那个选举 不是就是这个疫情 那就Omegon开始爆了 3个礼拜 4个礼拜 就是对 那如果照这样的趋势 大约都稳定下来 那照算就不稳定都要算的了 所以都是个好日子 就是终于 终于 终于 其实知道了 你 阿珍姐你不会猜她有多年人 不会这么夸张 是她做多四年 没什么人猜她是 我就是觉得她的机会不大了 这个真是 这个 这个 其实说真的 这个是从中共的 这么多年的 就是我们做中国新闻的 如果她民怨太大的人 其实中共一定都是要 必必没有了方法 都要叫她换下来的 不过梁振英做不长都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 不过江泽民 江泽民都是因为体制里面 你看到江泽民是最练战的权利 为什么她都不可以继续做呢? 就是因为她体制里面的很多老干部 他们反对她 当时她必是法轮功 就是里面很多人都很反对的 所以她都有压力的 所以你看到林郑 无论她表面上怎么样都好 她想做什么 但是你看到现在她的民望 就真的低了 就是中共在用这一种 如果从中共的本性来说 她都是要推一些人 在民怨太大的时候 都要推一些人去 就是将她处理了 这个都是如果我们有信仰的人 都觉得这个是英国的关系 是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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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江泽民也是做十年就算了 他最多保留个位置 我想杜泽民有可能打破的 就是一半一半 也不是一半一半的 他现在是穩团的 就是我们一伤全面想他下车 现在他是把握权的 所以他现在在迁离打跟江派的人 现在搞双利君都是这样的 就是双利君还要交代他什么 操纵股市罪 那这个就证明是和2015年的 就是股市的经济政变 那时候是定性的经济政变 那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到这一波是很久搞的了 嗯 嗯 就是他还有时间还有能力 还有权势去搞人 虽然里面好像很多人很不过他 但是他似乎还有那个力量去搞人的话 就是说他还有力量去连任 那当然了 杀婆不能连任 都是他一个没有面子的表示 那希望他自己都是权力不及了 那他都走了 那走了 就大家都舒服一些 如果不是都麻烦的了 又要等多五年 是吧 不过现在其实无论哪个做呢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中共体制下面 哪个做特首都是一个双杀委 真是哪个做特首都没有很下场 你看到香港那么多历界的特首 董建华就是江泽民的厄手 那时候是阴典 现在那次说阴典都被人骂 现在其实是等着北京拍板 就是等着中共阴典的 所以你看一下现在真的变化得很快 好像真的 个个人都觉得他一定要他点头 才是这个人可以做的 但是那时候 董建华那时候被人问江泽民阴典 还是新闻来的 哦 阴典是新闻 那过去吧 现在又不是阴典又不是选举 古古怪怪的 尤其是吓你一怕 那我们应该想想想 是谁做下任的了 就是林郑应该不是的了 那你觉得谁有机会出来跑呢 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显国能的 那这个角色又是怎样呢 这个我们可以不管了 肯定了 他没有存在 就是博猛的 出来玩一下 那01好像放了四个人出来 放了没有闪过林 01爆这个闪过林 那四个梁振英 应该也不是的 那鸡振 陈茂波和林郑 摆过那张照片 那我直觉就 我们没有 我们用一种 其实是一种 谁说是 我们就说他不是 那个方法 通常我们 为什么不是 比如你放个鸡振出来 他那些不是国际经验 有限的 跟经济没关 还有32岁 还有他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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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什么 他已经没有了管治的经验 政治经验 没有了 离开世贸都十年了 正式是退休 这个人基本上也是 贪得意的 拿他出来说 他都可以的 那真的太多人可以了 或者这个闪过林可以 他可以 那太多人可以了 不会的 但是你扔过陈茂波出来 那你突然想一下 陈茂波有什么不行 不是最好 但是他可以 应该有能力 就是进去那个厨堂那里 进去那个 那个池塘那里 有份在那个游戏里玩 似乎是的 那如果 除非有其他人进去那个池塘 那可以说梁振英是进去的 就是有条件 有条件做的 但是其他有条件做的人 就不见出现了 那梁振英自己都不敢去的 不敢去 因为梁振英很差的 他现在 其实他不应该这样的 就是他如果要做 就是争取自己 他不是因为天天在那里拆鞋 天天在那里搞事 是 制造是非被人骂 那这样是没用的 因为你现在治港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问回中共 你谁搞得好 谁去治好他 大家这么麻烦 那香港要搞好他是什么 不是叫你去拉民主派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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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而来 千里而来 那我找你做特首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法子 搞定香港经济 哪个人最有条件说这个 很多 不过 陈茂波肯定是其中之一 那他很空 现在的经济 困境 那些东西 至少他知道什么事 是吧 所以他的名字一摆上去 所谓入了个行 入了个屋 除非有更好的人 否则他就变成了最好的 其他好过他的人 陈德林 这样 没声没气 就是他自己都不想 或者他不敢 因为没有迹象给他 你都不敢 那有没有迹象 有没有信息给陈茂波 那我们当然不知道 他们关门说话 打个电话给他 你怎么知道 那还有传是李小佳的 那李小佳有没有收到电话呢 是不是 我们估计而已 那他自己一定知道 就是梁振英有收到电话 他就不是搞面子 他不用那么紧张 当然没有收到电话 或者问极都上面说 说未定 那就算了 不清不错 李小佳肯定都是不清不错 就是他是被人估计而已 就是给我们去估计 那他条件有 你有总经济 是不是 特别是金融 但他是拿美国抗票 李小佳 那就放弃了 没有说不行的 这些小事而已 就是给你做特首 有什么问题 我们那些民主派政客 都放弃了加拿大籍 然后又去了加拿大 全部退休 没有问题的 这些小事而已 去到这些位置 没有问题的 就是 但是问题就是 你自己没有信息收到 你敢不敢放弃了他 你又说得对 你不能够到他叫你做你才放弃 你有心跑你先放弃了 可能老共就说 你看到很左风 如果是下下地拿来这个造劲 其实是否应该是中共党员才是最安全的 否则 除了香港 你就是拿其他抗票了 是不是 香港人 我当时来香港的时候 我就觉得香港是可以双重国籍的 现在双重国籍是一个罪 人人都要查一下你是不是双重国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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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姐你搞错 中国里面都是双重国籍 多的事 他是不承认 日本面上是不承认的 他还有很多个护政 珍姐你听清楚听我说 他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是 不是说双重国籍犯罪 没有说过 事实上这么多高官 自己有 子女有 很多人有双重国籍 很多海龟派回来 他说你要报给我听 你不报 你不报都是 你不够查出 可能那些税那些就告你投税 但是你拥有专重国籍 不是一件八卦的事 从来都不是 所以这么多人知道 你听我说 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出来的 他们的东西 每天都在变 他承认不承认 其实都不是问题 他的规定 他写得多好或者多不好 他都拿来整人的工具 如果他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每个人都拿外国的国籍 还要邀请海外的精英 是吗 但是现在 狗菜的时候 就是拿你的双重国籍 拿来批判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 珍姐 你说的东西跟我没有矛盾的 为什么你觉得有矛盾呢 我邀请海龟派回来 他是双重国籍 他不承认你有双重国籍 都没有矛盾的 你在中国里面 就是跟随法律 你有美籍也好 你回到中国 你又是中国人 又是美国人 但我不看你那样东西 我当你是中国人而已 他没有要求你放弃 如果要求放弃 就没有了海龟派这件事 所以没有矛盾的 都要请人的时候 请人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去做藉口 但是都没有用这个东西 说他们犯罪 从来都没有用这个 还有呢 其实中共这个物体 其实他们是很从容未来的 就是好像以前 如果你和双重国籍 他还对你 就是没有敢去欺负你 那当然了 我一向都叫香港人 拿汤外罪 反正他是这样的 那他是内利不和 基本上他太多人自己有 是不是 一开始都说去年这个时候 你拿BNO 你保留BNO 就取消你香港公司的身份 结果又没有 结果又没有 不让你来移民 你一说去申请什么 拉营的管理 叫叶某出来说这些东西 结果又没有 他当然不会的 他自己都要留着 他说到好像是这样的 去年这个时候说到好像 你去申请英籍 就充你工 充你那些身家 不成是你香港的身份 那你那些钱 都可以拿到你的 可以的 他做得的 在国内他就是这样的 通通你的家产也可以的 所以你觉得 你怎么看那些艾人 或者有些人主动去放弃 双重国籍 就是放弃自己的外国籍 包括有些外国人 我们香港都有 就是蓝桂峰的老板 现在加入中国国籍的 哦 你和那些人去拿外国籍 一样 是吧 个人考虑而已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有些人 喜欢拿多几个国籍 那没问题 你自己选择 我看得很阔 这些东西 没什么涉及什么的 当然啦 如果你有外国籍 你一离开香港 都可以不让你回来 不受欢迎人物 不及 纵然你有中国籍 有香港市民 他都可以不让你回来 国家安全 他不让你入境 因为你不会无国籍 你不会成为人头 你有另一个国家国籍 这个就是个分别 唯一的分别是这样的 只要他不是一种人事的问题 你不承认中国籍是没有特别的 不过说你有外籍 你就不能享受税务优惠 诸如此类 因为他里面好像是衣补那些 国民才有的 如果你是美国人 那你就享受美国的衣补 诸如此类 总之那类东西 那类东西是民事的东西 我们说是 就是一些权益上的东西 可能有分别 不承认外籍的时候 但是你说 可能你又买不到国内的股票 不可以买一些资产 限制你投资 诸如此类 给外国人 但是不是一种很烦烦的事情 那个人自己考虑 那你如果说 喂 你放弃了外国籍 我这里给你赚钱 那我为什么不放弃 我放弃 然后找到一亿两亿 然后拿回外国籍 走了 都不行了 一样可以的 所以这些艺人放弃了 他为了赚钱 他赚钱 赚完钱就可以拿回外国籍找人 可以的 为什么不行 那些政客都是这样 香港有多少政客 你知不知道哪些 你记不记得哪些 陈伟业啊 郑经案那些 就是了 当时打来打来放弃 加拿大籍 跟着一不做议员 他就可以回到加拿大 可能加拿大答应了他 就是 诸如此类 所以不要当这些那么重要 我们现代人很平常 有几个国籍 你自己考虑了就没有 那如果我要选议员 那要加拿大籍 那怎么选呢 那九十个人应该都没有外籍 现在那九十个人 有没有研究过 有没有外籍 应该没有了 是不是 政治上都不高兴你有外籍 但是你虽然里面 人大政业很多人有外籍 政业就算了 政业是资讯组织 连人大立法组织 权力组织 竟然有很多人有外籍 是不是 国内的学者都骂过 那他就不理了 因为自己利益太多 太多人有 你叫谭月中的仔放 澳洲直到香港 他肯不肯 他走到澳洲就会 那你就不肯不肯 你还要靠他做些事 是吧 有时候你出帐而已 如果你逼他 他说我不要人大身份 我去澳洲探仔算了 那你还不肯 你还没有人看见他之前 你不能作这个要求 太多人有这样的时候 这是现实问题而已 从老共来说 我都不觉得是合理的 我不觉得对 我没理由说我拿个外籍 我怕 我拿定外籍 原来我在香港参政 我一直都说不对 有历史以来 我都觉得自己不对 有外籍要告诉别人 你从事各人各业都好 是吧 我就是要告诉别人 那就是合理的 让别人知道你 知道你有没有利益冲突 有没有身份冲突 那就是合理的 不等于你不独立的 是吧 但是你要让别人知道 是吧 是吧 没有复杂的地方 不过共产党搞到这些复杂了 其实道理就很简单 道理就是人权来的 联合国宪章有的 人人有权离去自己的国家 包括他自己的国家之内 但是如果他是那个国家国民 他有权回到国家 那这个人权 世界人权虽然很清楚说的 人人都有权走 离开自己的国家 是人权来的 就是中共讲到这个 给你的人权 这个身份证是最离谱的 就是它是把你走的时候 如果你出国 你的护照又被他管的 你回去就把这个护照上轿的 所以以前 就是中国人一出去 那就是有 以前就是英公护照 后来就是英私护照 英公就是一定要公家扭住的 英私就可以自己扭住的 但是现在英私都不是 每个人都会申请的 所以现在有些回去就是中国护照 不是啊 什么护照 外国的护照 和英私 我知道 是因公因私 但是你是指中国的护照 还是 是啊 中国的护照 所以他们是将你的 他不给你自己去选择 我有出境的权利 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先讲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们先把这些题目讲了 八大院士校呢 现在就是2600人退学 那都是反修理运动之后 就是创了新高 那就是最多新副呢 就是战会大祸河 就是升了37% 那就是退学的比六 升得最高 那当然我觉得移民潮是主因的 那你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呢 就是对于香港的 就是香港的 生源啊 或者香港大学的地位 以及以后香港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没有的 现在香港的大学和国内的大学差不多了 整个气氛啊 那个情况啊 是多些鬼佬而已 就是香港的几间大学 那你不管政治可能学 你看你读什么 你读物理啊 那没所谓的 就是已经不是人民大学了 是学院来的 变成了工艺学院来的 香港的大学 那你找到一流的工艺给你 就是技术学院啊 那这些可以完全没有政治考虑的 那就是做医生啊 不是医人啊 但是你说作为年轻一代 那可以选为什么不去呢 如果有得选 可以去外国 不过香港人又叫做有钱吗 比较多人有钱 那没有钱那些 如果曾经有没有抗争的 有政治纪录的 那可能有得方便去的 那正常啦 我觉得那些大学 我们都不可惜了 完成历史又没有啦 我觉得是 就是如果你要自由的 人民科你可以去台湾 你甚至去华人地区 台湾而已 就是有大学你读 那如果你是英语系的 那你喜欢去东行啊 新加坡那些一流啦 那些地方 你不计计它 都是五常一级 就是五常一级专制啦 那或者去 便宜可以读到大学 那菲律宾啊 马来西加坡那些地方都可以 其实可以的 一向都可以的 但是你觉得香港大学 好一点 好一点的意思就是 那个 国际地位啊 或者他那个 人民精神啊 自由度啊 那些都应该考虑的 是 因为你读到大学 当然是希望 就是 个人的思想就阔一些 可以自由一些 大学都好像小学那样 你就 你就 混蛋啦 待会不读啦 那 但是你 基层家庭的人 就没得不读的嘛 但是没有的 我觉得 你就读到他啦 香港 但是你就 适当的时候就存钱 然后出去赌一两年读书 自己存钱啦 几十万就可以了 读一年读书 打工都辛苦一点 都存到的 是不是 几十万 那我一年都是这样重展 去打读书 就是我 那就可以了 我觉得 以后在香港就明白这件事啦 那香港自己那些传统 就没了 没办法啦 老共要搞坏 香港就 他已经是执意地做 你个人就没得说 当然自己安排自己 可以走的 就是这样 不止大学的 你留意刚刚DSE 就是中学会考 以前是两回合 一回合就是中学五年班 一回合就是中七 中七应该少些的 但是中学五年呢 我们经常说八万人 没有十万 八万的 今年考 合拼 只有一个市而已 五万人 我们以前投票经常说手头组嘛 第一回合出来的 就是每年都是 逃入去可以投票的人 大约是八万人的嘛 不是五万人喔 如果你中学不业是五万人 那你逃入可以投票的人 就只有六万人 就是很少人不读中学的啦 是不是呢 九年免费的教育肯定了嘛 所以你这么说 香港是不是少了很多年青人呢 少了年青人又是一样东西 多了年青人中学已经走了 或者他根本就去外国考 英国考的一架 美国考的Tofo那些东西 就是说呢 他准备在那里升学 在那里升学 所以他可以早一点去 就是中学阶段已经去了 中学都很多人退学啦 所以就只有五万人喔 你说八万人变成五万人的分别 就是年年 大家如果搞选举 一定要争取 头一批八万人嘛 四年 三十多万的喔 选票啊 每隔四年其实多了三十几万选票 那所有政客都争取嘛 一向都 但是现在你看这些数字 就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 是啊 那你觉得现在中学都要散校 那以后大学不要散校呢 或者是有一些就会剪掉 哪有这么多人读大学 大学都见证少了很多啦 加减数嘛 但是在这边当然这样做 一定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我们都做 我们都不用说 不用说了 一定是这样的 不用觉得是 一定是这样的